Hello 大家好 今天这期主题呢 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唇部顾虑的红黑棒 先拉红棒吧 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这个是用了N支的那个唇油 然后以前都是蓝色的包装 这一支呢是一个 什么什么季节的限定版 我忘记了 就是总之又好用 又没有负担 然后是让你的唇纹 第二天又感觉像淡了一样 消失一样的 这个是无限回购 然后呢就是这个 蓝面的唇油 这个也是我快用完了 嗯 它有股清清凉凉的薄荷的味道 然后擦在嘴上之后 既滋润又清凉 我觉得很适合夏天油 而且不护嘴 然后结一支呢 是欧树丹的一个 樱花的护唇膏 这个说是唇膏 但其实它是有一点 唇油的那种质地 非常的好闻 然后也很滋润 也是不护嘴的那一种 而且我觉得 味道很兴奋 这个呢是Fresh的一个 唇部的叫唇蜜 就是柠檬焦糖味的 已经被我用完了 用空了 超级超级好闻 超级超级的润 然后如果你厚厚涂一层的话 到了第二天早上 可能会有一点点残留在嘴巴 嘴角的位置 然后擦掉就好了呀 但它是滋润的 很适合秋冬的手用 也一个就是蓝石凌了 蓝石凌它出了N种味道 然后我觉得都是好用的 这个我先出了一个 焦糖不滴味的 就是我会为味道买单的那种 好用 接下来是我尝鲜 没有翻车的 一支是这个 叫百雷式碧橙 这个是草莓果酱味的 就它的味道特别的草莓 然后我觉得它好用在一点 它还有15倍的防水 然后深得我心 然后这个呢也是德国买的 他们家是那个德国的一个品牌 它就是一个 焦糖味的一个 无色有味的唇膏 然后是润的 它并不会忽嘴 也不会觉得 涂完之后就干巴巴的 然后没有残零 什么好用呢 然后它有两支没有用过的 就是那个 之前有买过它的护手霜 说是手蚊橡皮擦 然后他们家出的这个 嘟嘟唇的护唇膏呢 叫做唇蚊橡皮擦 具体怎么着我还没有用 然后等用完之后 一段时间看效果告诉大家 Pori德的这个唇膏 它还自己有一个袋子 然后这是一个芒果香调的 我还没用 因为它太好纹了 然后有点舍不得用 还有一个是无线回购了 N值的 第二个这个001和004 他们家出的这个套装 我买了好几盒 就每次去机场的时候 都是要囤一些 001我觉得应该用了几百支了吧 我好像004是我觉得 有时候上妆的时候 你可以用004 等它干掉之后的那个颜色 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有点橘调的那种 001呢就是非常的自然了 无线违高 接下来呢就是我的黑棒了 我已经扔了一大批 因为样子 淘汰掉的什么小可乐呀 小雪碧呀 小奶茶呀 这些真的都踩雷了 怎么讲 我给大家拔个草吧 就当时他们有说 这个纯油巨好用 然后我用完之后 我就觉得像一层奶油 糊在嘴巴上 它既没有吸收 也没有很润 然后味道还不好问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买到假的了 然后这个是宁味 宁味 这应该还是一个西瓜味的吧 它还有什么芒果味啊 菠萝味啊 葡萄味啊 我都买了一遍 就是 好 以上呢就是我的 纯布护理的 烘黑棒 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 比较的有用 大家也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呢 去选择 OK 我们下次见 拜拜